字幕提供第23年 Istio 10月13日 大家好,我是起事 今天想介紹小福哥的三個小拓見 這三個小拓見 第一就是這個膠座 這個膠座其實很簡單 只不過是一個座 我們乘著這個 可以平退 停在這裡 下面 很簡單 只一個大面積的座 不特別 它之後就可以把 有一個座舖的座 整個在這裡 就在這裡 如果你需要 等一下拍攝 或者是拍攝 時間距離 可以即時 可以開始拍攝 不用擔心 擔心 當那個 它變作那個 這個 叫什麼 那個 南亞 南亞的座 就 我了 這個就很適合 它呢 就是想 這個 我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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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呢 上面現在說 不可以被人出去 走 走 試一下不適合 看 這個 就是不適合 就是不適合 剛剛在這裡 就 可以 走 走 走 這個 這個 底座 就是不適合 如果你想看 就設定了 這個 鞋子 一動在這裡 就很滑 還可以拍攝 我覺得這個 是非常好 現在看看有什麼時候 好 你覺得很高 仔耶 好啦 我來擋燈車 我現在在這裡切光 我喜歡 我會找你 我可以說 我會找你 就這樣 你覺得很高 我會找你 你 你不想找你 有什麼 我會找你 第五位大小就是這個座 這個座應該是VB大一座 剛好我們出現後 Posco真的好過 我最高的高峰 然後呢,就變化了 掛在腰帶,不是掛在腰帶 不,掛在腰帶,不,掛在腰帶 其實我已經試過了 那我考慮的紀錄 但是呢,就會有一點怪聲 我只以為我穿了衣服 那些衣服的擦聲,就會影響到腰帶 剩下腰帶的聲音,就會拍到很好的 不如現在試試看,放在腰帶 這個呢,我呢 用來掛在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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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 按下開機 這樣開了機後呢,可以看上去 又可以按下腰帶 其實是挺好玩的 我剛剛已經試了 還有去倒數的時候試了 好,趕快按下腰帶 然後呢,要介紹第3個 第3個呢,要組裝一下 等一下再來 好,今天就是大年三晚 那我現在就走去外堂 準備倒數 這幾個呢,要組裝一下 好厲害 不是吧 真的嗎 這就是大小小的 都在做好動作 要做好嗎 對 穿上去吧 我會穿上去 我會穿上去 都在餐廳 都在餐廳 這麼多 我會穿上去 一二三 你的蛋 你的胎都很好 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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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一、二 三、二、三、二、三 三、二、三 三、三、三 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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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現在買這個有很多形成 這支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做了之後可以拉長 我之前做了一個這麼長的腳柄 這支就不怕會反 很容易反,不要說很害怕 其實這支也很硬 可以拉長 最重要的是扭上它 其實都很長 現在不用那麼長,可以縮短一點 因為他們本身都很長 所以我們把左轉出來 把左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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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架, 尤其是這個螺絲, 其實是小撮機, 因為我發覺它是這麼多的, 因為它是一個小撮機, 它是有點順暢, 變得很容易, 無緣無故會撮出來, 所以我開始要小心, 我現在想介紹一個很簡單的程式, 是小撮機,